设计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观察 还有把一个虚拟的概念执行出来的一个手段 或者是一个技能 设计师没敢管用吗 第二集我们邀请到黄千志执行长 来为大家分享防疫病房大革命 透过小智研发这两年的创新 为大家带来各学各样不同创新的思考 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会希望先从这个防疫的病房来开始谈起 那我们先请执行长这边 为我们简单的介绍防疫病房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我就不多说 大家都知道这个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 但是大家可知道我们最近全部的材料不能进口 在这个时候其实建筑材料涨了四倍 不是四倍 40% 40% 这个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 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不是很有意思 是我们每天都遇到就是有太多一次性的浪费 所以你看在疫情的过程这两年来我们大量的制造一次性的消费 但是新材料又不能进来 那这个跟病房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最急需的现在医疗量不足 最急需的是ICU病房 还有这种可变换的各种不同病房 最主要是只要有一个地方有人受感染 整个区块就把它关起来 因为它的管道是共通的 然后人员也是跑来跑去的 所以它得关起来消毒 然后病人得撤出来 那我们今天反过来是说 如果这整栋房子它是可以变换的 它随时可以从检测站 OK 简单到轻症 一直到重症 一直到ICU 然后一直到intubation 然后一直到负压 它全部都可以在一层楼解决 那是不是很完美 这个是我们跟那个福人大学 CFI 就是Center for Design Innovation 的一群很有经验的医生和护士长们 讨论出来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然后再结合小智一直以来 是最在行就是回收材料在利用 然后我们把在地的垃圾 变成是新的医疗材料 符合医生和护理长的需求 去做一个干事施工的可变换的医疗模组 它可以大量的被在室内空间或室外空间 快速的搭建负压隔离的病房 同时达到抗菌 同时达到检测 一直到最后 其实到最后开刀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来自这个构建 第一个你看到这个白色的键都是回收的PP 然后你看到铝的键还有这个墙板都是回收的铝 所以你看它基本上就用了两大类的材料 都是我们最常丢掉的东西 然后去做成一个气密的病房 那它的特殊的地方都是用电脑的 基本上数位的engineering的detail 那它就可以这样子压下去 敲下去 然后压条一压上 就全气密 然后墙就可以直接拆开 然后直接关上去 那在这样的系统才能快速的把一个 原本是空的楼层 或者原本是个停车场 我快速的可以组建一个医疗级的病房系统 我们在大家很需要的时间 突然医疗量能完全不足的时候 突然这个量能抬起来 所以把全部的所谓染疫的这个病人 全部集中在那个地方 那实际上应用到了 然后实际上也现在也还在做同样的事情 未来在推广的部分 你有这边有什么计划吗 未来我们会跟台湾的更大的公司 合作一起量产制造 也在台南 也在高雄 所以其实不管是区间的相公所 未来的学校也可以紧急的变成医院 这就是靠这套系统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跟很多的 区域的政府 还有区域的医院 还有学校 在谈说有没有机会把这些系统导入 变成未来的可以保持的医疗量 这几年其实看到很多媒体都有采访 就是谈到您当时创立小致的一个初心跟初衷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影片 好像带着一点的愤怒的感觉吧 就是快事上的关系吧 好像让你觉得说 好像有一些东西其实是 可有改变的一个可能性的这样子 那我想请问的就是说 在这一路以来 到今天简单的心路历程的部分 跟观众分享一下 其实从在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对这些知名的设计师和建筑师 有很大的不满 那尤其是他们来学校演讲 我更不满 因为他们在讲的 我觉得其实离我认知的自然 其实相差甚远 所以你一直想要在这一块 在这个愤怒的情绪下 想要找到一个对的抒发的窗口 那当你知道说 你做每件事情有相对的代价的时候 你在做设计或者做研发的时候 你突然你有很棒的想象空间 因为你现在知道说 做什么事情可以真的简单 OK 当你发现了这件事情 或者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 而且是有公共议题的 你会觉得哇太棒了 我一定会 我未来60年做这个都不会后悔 所以当一个设计或者一个建筑物 它突然可以救人了 然后会解决我们环境 其中一部分的问题 对 哇 那个突然那种感觉是 你知道很开心的 我觉得刚刚您谈的这一段 我觉得对很多学生来说 会是非常非常帮助的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课堂上 其实也都鼓励同学去做 很多所谓的独立思考 可是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都不太敢在主流之外去想事情 就像刚刚提到的 很多演讲 很多各式各样这部分 其实我们跟很多全世界知名的 建筑师事务所 设计师也好 不只有过面之交 还有实际上有业务上的合作 OK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 他们大家都有想要做些好事 OK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我觉得不只是跟我 但我也希望学生们可以跳脱这一块 大家永远对自己的美学 有某种的沉思 就是沉迷 觉得自己做得很美这样子 OK 所以有的时候跳出来 我是说学生们其实可以想一下 他们着迷他自己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自恋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小朋友 没有这个文化的底气来自恋 如果你想要真正着迷你自己 别去看他们的东西 那你要着迷自己 也许吧 我们着迷自己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想超过 你想不只只有你的家庭 或者是你的社区 你着迷在这个社区 其实他也是某种程度的着迷自己 那当你可以想到这一块的时候 哇 我觉得你会突然很有power 就是什么不要讲社会设计 你不要讲什么 就是不要把它框个名字 你只要想超过那个 票票那件事情 一定要怎样的时候 突然你会觉得 你做什么事情 都不是很难 这几年其实台湾很多传统产业 其实都希望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做转型来做创新 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这个转型这个部分 你这边可以给大家什么样子的建议 或者是想法 帮设计师想 还是帮产业想 产业 产业如果他自己想转型 产业自己想转型是非常困难 大家在谈转型 其实叫做想多赚钱 而且如果一个产业 他已经赚了很久的钱了 他想要转型 一定转不来的 因为你不愿意放弃 你以前赚钱的东西 你怎么转型 对 所以这个永远都是一个两难 OK 你看很多大公司 他就是主业配副业 然后副业也许变成第二波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基本上就是另外去做一个新事情 他不是转型 他是平行的 所以我只是说 当你要内部转型 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 就像一艘船已经开到烂了 你现在还要 你现在还要想要把它变成一艘飞机 你会拖了一堆 所以我建议别转了 别转了 要么就是你就另外去做另外一个生意 对不对 要么就是把旧生意关了 赶快停止一个失血 或者不该做的一件事情 或者在市场已经不被认可的一件事情 如设计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观察 还有把一个虚拟的概念执行出来的一个手段 或者是一个技能 但是它应该不是一个生意 也并不是一个产业 在这个时代 其实基本上都是很短的 什么东西都很短很短很短 所以设计只会变得越来越短 价值会越来越低 工具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你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你这个产业是 它已经不变成产业化了 它已经没有产业 进入门槛越来越低了 它基本上不是一个产业 因为你现在你打Pinstress 你要什么设计都有 对不对 你打柜子就设计就做完了 你还可以随便拿它 你随便去找个木工师傅做 但是你要问说你在这个世代做什么东西才是对大家有价值 因为设计在某个时候是有价值的 是因为工业大量起飞 所以你可以从大战后60到90 这个整个世界是这样走的 大量的工业品出来 大家需要做大量的设计 所以你才会有很多的工作 所以大家不要再有迷思 去学校觉得他要当 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所以既然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思考 还有做事情的手段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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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